当一老当 再创新模式推塔玩法 没想到破坊的居然会是隔壁有限 看来蛋蛋派对 这下真成蛋蛋荣耀了 最近不知道有没有细心的玩家们发现 自从巅峰之夜过去之后 蛋仔的超然竞技场也随之更新了 可能表面上并看不出来更新了些什么玩意儿 但只要点进自己的主页 在战尽详情这里找到超然竞技场 我们就能够发现 这里是可以查看所有英雄的熟练度的 这不看不重要 一看 卧套仓鼠迷仔 不因为是蛋仔卡了 结果 好嘛 你还偷偷上海报是吧 不仅如此 在这张海报上还有其他的几位超能英雄 不过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他压的还是一个新模式 据官方大大所说 这个模式八名玩家将被随机分为超然和毁灭两大阵营 进行四位四的对抗 更离谱的是 率先摧毁敌方基地的阵营获胜 吹毁敌方基地 然后我就看见了蛋仔的这张图片 一带屏 谁能告诉我 当然了既然是改编了策略为推塔游戏 英雄直接去推塔 这肯定不现实 所以官方蛋仔还特意安排了红蓝两方的小兵 原本以为是这样的 这样的 结果其在官方的海报中发现 他是长这样的 你告诉我 他是小兵 说话 刚一老当 杀手出小兵的蛋仔皮肤啊 但不得不说的是 这回的新模式玩法 还是蛮有意思的 看来我们蛋仔 就是要占领木马手游的位置 做了王者的八年老玩家 也是时候该换换新游戏了 上线时间呢 被官方大大定在了八月三十号 叫做超人大争斗 我看是蛋蛋荣耀吧 分了一辈子的模式 最终还是成为了那个模样啊